我记得我就去丢便当垃圾的时候 然后看到垃圾桶里面 有好几张我的名片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心累 就是原来其实对别人来说 你是谁可能一点都不重要 那你做这些事情 对别人来说其实都不重要 今天我们来到职人专访的单元 我们邀请到拍拍圈Top Show 时尚转售平台的共同创办人郭佳琪 Andy来聊一下她的人生故事 Hello Andy 嗨大家好是Andy郭佳琪 那我自己是从2007年开始创业 那做过各种不同的电商服务 社群网站 大概20多个不同的服务 最后大概是有四个还算是成功 那我目前的话 最新的创业题目是在做PopChill拍拍圈 是一个时尚二手的转售电商平台 那我们今天邀请Andy来这边 其实非常期待他的分享 因为我们相信走出困境的人 都是那些走向困难的人 那Andy之所以今天这么的出色 都是因为Andy昨天那么的坚毅 所以我们也因此想把Andy走过的路 在上头所留下的每一部可以以你为正的真理 把它编成一盏盏的灯火 我们希望可以让后辈们看到 从年轻到现在的Andy 是怎么样把每一部的困顿借用成为Andy成长跟蜕变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是用最开放的一个角度不设限 来请Andy分享他的苦路的故事的话 你会最想讲哪一段 我觉得我最想讲的是因为在创业嘛 最想讲的是第一次创业的困境 地图日记的时候 对 当时的困境 那我自己的话 我从小就是乖乖排 那也许人家很讨厌听到叫人生胜利组 你会不会讨厌 我觉得自己就是 第一名的学生 读了还不错的学校 那找了不错的工作 在美国工作 刚那个Andy有提到 他说我这么乖 我从小到大我都很听话 我们这边补充一下 Andy他的过去的学历是台大图木系的 就是 乖乖的念书的乖乖牌 然后那个在当兵的时候自学城市对不对 然后后来去史丹佛念了这个电脑科学的硕士 我从来没有特别的想到说 什么时候要回来台湾 那当时我在雅虎 美国的雅虎搜寻引擎的工程师 就是算是一个还OK的工作 那有一天我就在网路上认识了一个女生 所以那后来她就变成我女朋友 我就决定要搬回台湾 那搬回台湾之后 我很快的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就是找不到工作 就是找不到我真的想要的工作 当时想要找的是搜寻引擎相关的工程师 但是发现台湾没有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开始跟我哥哥 还有我太太我大嫂一起创业 我们是拿了我们所有的资金 全部投入在这个地图日记的服务 四个人 四个人 然后 所有的资金 对 有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就是四个人的 四个就是四个人的资金 当你公司开始有了员工 然后开始有了股东之后 就必须为大家负责 所以你其实就没有退路 那做了三年了之后 完蛋了 就是这个题目做错了 三年领悟 对 花了三年 那做得不上不下 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上不去 但是也死不掉的题目 那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坐在一个原作 我就是开始想我们该认赔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伤心的感觉 就是三年的时间 尤其对于我当时二十几岁来说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它让我觉得会不会我摆走了这段路 我不只摆走这段路 而且我把木来的钱烧光了 那些钱可能有些来自于投资者 那投资者也包括我的亲友 所以那种感觉很糟 就是它是亲友的信任 那你的团队的信任 员工的信任 但是你把这一切都搞砸了 这是我过去没有的经验 就是在学校或者在工作没有的经验 我们又想着说 这个公司它基本上有很大的财务问题 那有很大的财务问题 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很短期间内 募到一笔资金 其实我们可能必须要关掉这个公司 那关掉这个公司 我觉得对于二十几岁的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三十个员工说明这件事情 我也很难对股东交代 爸爸妈妈这么相信我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相信我们会把东西做起来 但是把一切都搞砸了 我觉得心里是很难过的 我先不问一些细节的问题 你刚刚说你们四个人拿出了所有财产 然后方便问大概比如说多少 我们共同出资 比如在这个桌上几百万 应该说我跟我哥哥 还有拿了我爸爸妈妈可能大概五百万的资金 好五百万 然后我们又跟亲朋好友拿了可能五百万的资金 好一千万 然后又跟外面的投资人拿了大概两千万的资金 三千万所以加起来是三千万 差不多对 三千万在三年的时候烧完了 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你们四个人大概都几岁 我当时的话是大概快要三十岁 那我哥哥是大我三岁 那我大嫂大概跟我哥哥一样 那我太太大概比我小岁这样 OK然后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四个人 在三年内烧光了三千万 然后当时有了三十个员工 跟三特别有关 都是三 你可以描述一下当时你说那个感受是很不好 因为一路走来几乎是一帆风顺 那个搞砸了是觉得对不起大家的承诺 在你心中的那个挣扎是怎么样 最惨的感觉就是当公司内部都觉得我们很成功 当公司的外部也觉得我们很成功 当我的亲戚朋友都觉得我们很成功 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没有我们失败了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就是你内跟外看起来是不一致的 你有流量但是你并没有获利 那你们四个人怎么度过那段时间 怎么认输的 然后那个过程挣扎会是需要多久的煎熬的那段时间 那个认输就是我们有一天体认到这个题目走不下去了 那当走不下去之后我们开始要换题目 但是那种换题目感觉很糟 那个就很像你投入了一个东西 然后三年的时间 但是你必须要打掉重练 你必须要重新来过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观察了很多很多的网站 我们决定要做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题目 就是团购 从社群然后走向团购 那这个转变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的事情 就是你其实虽然你没有糟糕天下 但是你心里明白你为什么要换题目 就是你本来题目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要转型就是因为你不够好 那你不够好所以你要转型 那我们转型的方式就是 在我们公司的30个人里面找来的三个人 一个PM然后一个Engineer一个Sales 那三个人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 去打造一个新的团购网站 用一个月的时间 那用一个月的时间 就没想到他竟然慢慢的就起来了 那他就拯救了这家公司 就是我们成功的切换到另一个模式 但是在这一个转换之前 我们大概有六个月的低潮 就是在思考着怎么换题目 在想要不要认赔 那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怀疑跟忧郁 就是你到底该放弃回去工作 你到底该换一个新题目 或者你到底该去拿更多的资金 去读一个更大的未来 就是当时有很多不确定 所以心里是很混乱的 你会知道自己其实是很脆弱 自己可能是不够好的 自己是有很多自我怀疑 对那六个月的混乱 四个人彼此之间会互相的讨论这件事情 会啊 我觉得这也是家人创业的好处 就是如果今天是跟陌生人 或者跟朋友创业 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强的邦定 那也因为家人的创业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走就走 你没有办法把这当作一个工作 然后说我明天就离开了 所以那个邦定是很强烈的 那因为那个邦定够强烈 所以可以帮助彼此度过那一个低潮 就是你有一个人可以讨论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我觉得人家说创业啊 或者老板是很孤单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四个人 所以相对来说孤单感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要承认一向的乖乖牌 一向的考试都第一名 都是最高学服 都是第一志愿的这种 过去优秀的学经历的表现 在那三年三十岁的时候 烧光了亲友 给你的这么大的祝福 三千多万都烧掉 你怎么样去承认自己 你们怎么承认自己当时的失败 就是然后那个混乱造成了一些 在当时身心状态的一些改变吗 然后有没有一个什么例子 我这不一定可能太戏剧化了 因为现在此刻的Andy是很冷静的 我们想请你啊 时光倒回十年前 也不过就是十年前的光景 十年前对 对十年前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在孤独的享受 不能说享受 现在回忆就要享受 当时可能是一个人 自己在感受那样的痛苦 我觉得会很想哭的感觉 就是在当时 就是有时候大家说创业 其实刚开始创业 我觉得都是很苦的 那种很苦啊 就是你再赌一个未来 但是当你看不到出路 你很像被困住 有时候你是试着要找出路 找ABCDE 就是找了各种出路 都解不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被卡住了 那种包袱啊 我觉得跟你上班换工作 可能又不太一样 因为你基本上是带着大家的资金 跟带着这个团队 你是没有退路的 那当一个人没有退路的时候 我觉得很容易 你就会陷在这个挫折 那我当时啊 其实我觉得身心状况 都很不健康 身心状况很不健康 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没有办法有工作生活的平衡 基本上因为我生活跟工作 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当工作陷入了 极度的低潮的时候 生活也就陷入了极度的低潮 所以整个人就是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下 我们想知道多不健康 多不健康就是可能一天睡个两三小时啊 然后很长期 然后你一直想要想办法 但是当你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时候 你其实并没有什么办法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会哭啊 就是觉得非常的挫折 然后觉得非常的难过 然后你会试着开始 我觉得人最难过的事情是会开始有后悔的感觉 后悔的感觉就是 我会开始想说 我当初在一个好好的公司 做的也还OK啊 那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 然后跑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或者我记得在当时一个很不好 已经在一个很不好的状况下的时候 我们去参展 去参加一个展览 然后花了三天 就是站在一个坛位前面 然后努力的跟大家 说服大家说 我们在做的服务 然后换了很多名片 然后中午第三天的时候 中午吃饭的时候 那我记得我就去丢便当垃圾的时候 然后看到垃圾桶 没有好几张我的名片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心累 就是原来 其实对别人来说 你是谁可能一点都不重要 那你做这些事情 对别人来说其实都不重要 那此时此刻 也只有你自己可以带出 带自己离开那个地方 因为其实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你是我们访问过第二位 在厕所的垃圾桶里面 看到自己的名片 所以垃圾桶应该还蛮多这样的名片 故事 当时看到有流眼泪吗 我觉得会难过 难过是一定会的 就是 因为后来我就有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职场里面 你的名片不管光鲜亮丽 大家看到的是公司的logo 所以大家认识的是公司不是你 对 那不管你觉得自己 有什么风光伟业 但是当你离开那个公司 拿掉那个logo 当你名片上只有你自己的名字 也许你什么都不是 那所以不管你 就是新创了一家公司 你叫执行长 你叫什么title 其实也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做出了什么 对 你做出了什么 但是最糟的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出来 所以有后悔的悔恨当初的感觉 我觉得人在心乱的时候 很容易不冷清 那后来我就帮助我自己克服这一段时间 第一个我觉得要把自己照顾好 把自己照顾好就是 我当时的想象就是 我不能每天睡这么少的 睡觉睡这么少的时间 第二个是我要运动 然后第三个是我可能需要一些 一些练习 那些练习可能是透过静坐 或者是一些 让自己有一些沉思的时间 那帮助自己找到困境解脱的方法 那我那段时间 我找了非常多人聊天 就是告诉他们说 我遇到状况 那他们该怎么 他们会怎么做 那其实后来会 有一个契机会转向团购 也是其中的一次 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可以去参考 美国股胖的文章 但是其实我想补充的是 我们并不是这么顺利说 做地图日记 然后我们有一天 就是突然 突然做了团购 然后就一帆风顺 其实在那之前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次的尝试 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 像我们做过 让大家可以 po宠物的日记 那我们做过了地图上的 广告服务 做了很多种不同的服务 那最后只是刚好 又打中了一个就是团购 然后他就忽然间解救了我们 然后让我们的公司的现金流 又变得健康 那整个好像就又火过来了 我想再回到那个苦路 因为除了那个垃圾桶 是一个例子之外 我们之前访问过 那个AQPAS的 那个谢耀辉 也许他在我们 他那时候提到就是 他在生日的时候 生日那一天 他的投资人跟他说 他要撤资了 然后那是他给他 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他在当时啊 要嘛就是 公司踩一踩收一收 要嘛就是 继续再去找别的资金 然后他就形容 他那时候走路在什么北京 还是什么长安大街 是不是 就是明明大概 十几二十分钟的那个路 他就是边走边哭 泪洒这个北京的街头 他是说他走了很久 很久很久 这样子对 那刚才India刚刚提到就是 其实你也会想哭 你甚至后来哭了 但是哭跟不哭 掉眼泪 有时候会不会哭不出来 反而你会觉得更苦 我觉得我的解决方式啊 是当我觉得很挫折的时候 我可能会开车去看着大海 自己一个人 还是跟妻子或哥哥跟 通常是自己一个人 开车看着大海 或者开车去阳明山的山上 看着外面的城市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会觉得自己的烦恼 好像变得缩得很小 就是在整个城市里面 每一个房子这么小 每一个车子这么小 每个人更小 那我的烦恼就变得很小很小 那这时候可能心境就会再开朗一点 所以那段时间大概维持了半年左右 然后你采取了一些行动 包括就是自救 你知道你的身心状况并不好 然后你运动 然后练习 同时你也举手求援 跟周围的一些新创圈的朋友 那你可以再回到就是说 当你们后来转座团购之前 又做了几次的努力 其实你已经开始在想要奋力的活下来 垂死的挣扎 死之前的挣扎 想说到底是真的死 还是我可以重新再活一次 的那个挣扎 你做了哪些 哪些尝试 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愿意试 那只要可能可以赚钱的 例如说我们去跟房仲业者合作 然后在上面就是做房仲的地图服务 那不OK 那我们甚至也开始卖T恤 那我记得只有12个人买 那我们有开始做 就是在让地图日记开始收费 那我也记得付费率是千分之七 就是一千个人只有七个人付费 那我们开始做推 让大家可以帮记录宠物生活的部落格 那但是它就是几乎没有人用 我们也试着帮厂商发放试用品 但是也不成功 大概前前后后也是做了十次尝试吧 那每一次尝试 我觉得基本上对于一个公司的创办人 你必须要当公司最乐观的那一个人 即使你心里不是很乐观 但是如果你表现出了你的不乐观 别人就更不可能会乐观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心境是很冲突的 就是我每天还是要非常乐观的去上班 最少要表现的这些东西都非常的promising 非常的有希望 但是在我心里其实已经心累了 就是当你尝试了七个八个九个 但是都打不中一个的时候 你会自己自我怀疑 那觉得真的有可能再释出来了 也许不会了 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知的 那一个结局就是几个月后我们会把我们的网站关掉 几个月后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做不下去 几个月后我可能要开始回去找一份工作 那我要认知这一切这三年可能对我来说是浪费掉的时间 那它是一个失败 那那个失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尤其那个失败并不是我个人的失败 它也赔掉了亲友的钱 然后赔掉了我爸妈的退休金 赔掉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好像快速坠落的飞机 大概在最后一刻忽然间火过来了 降落伞打开 然后活过来就是活过来 而且活得还不错 还卖给了 就是一元男就是这样出现 很瞬间的快速的成长 那它在几个月的时间就是成长的飞快 它有时候就是一个事出现 时事出现 它并不是因为我能特别的聪明 或做对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它只是因为你在一个对的时间 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那你甚至不知道这是对的 只是它刚好对到了 我刚刚听你描述12个人 然后千分之七 然后十次 十次的测试 就是尝试不同的project 你说创业者要是最乐观的 可是他其实是最孤独的 你真的要最会演出的 在别人 在员工 员工的面前 就是故作坚强而乐观 我觉得是啊 就是包括后来的每一次创业 包括现在的创业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做pop chill 做二手时商 我觉得现在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候 就是其实大家还是不看好 那投资人还是会怀疑 那你的team member还是会怀疑 但是你永远要当那一个最有信心 最能够去说服大家的 那有些时候 你要说服的 其实不是别人是你自己 对 你要说服你自己 但是有时候 我觉得这几年的领悟 是大家会说 你多数的人是要看到的 才会相信 那我们当创业者 常常是要 你要相信你才会看到 所以你要先相信他 你要相信自己可以成功 那有时候为什么会相信 他可能只是一个撒劲 就是他没有太多的逻辑 就是如果你细想逻辑 那你可能就会看到的都是问题 但是当你看到的是 相信你能够做到的时候 那有时候中途的问题 就都不是大的问题 那个过程的那个冲突感跟矛盾 我有想到另外一个 也许那个Andy的认识 就是Survey Cake的那个Alex刘邦彦 他当时在创业的 做Survey Cake的前期 其实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状况 他说他那时候最恨的一个场景 他很不愿意去面对 就是他要装作 让员工知道没问题的 所以他又要跟员工讲说 他其实知道 员工心里头就说 Alex要在画大饼了 但是他必须画 他身为一个在那样子的创办人 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演出 所以他觉得他只要 每次进公司的那个过程 他其实是极度痛苦的 但是会计师跟他说 你的现金流就只剩下几天了 但是他必须要说出这种鬼话 他觉得员工心里头 不知道怎么样看他 他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你必须要保持着乐观 那所以我觉得在那之后 我觉得我做了一些改变 就是我宁可让公司是很透明 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创业 或者我们后面的每一次创业 其实都是很透明的 就是公司的好或坏 公司的状况 我们都很透明的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一起来分摊这样的压力 那我觉得那种压力 就是对创业者是很不健康的 就是当你把去上班当作一种演出 然后当你把人工 跟自己的心境切割得这么开 然后两者是这么对立的时候 那种冲突太大了 那个时候三十多人有裁员吗 还是说我们就是钱烧完了 就是烧完就是最后那一刻洗灯 那过程洗灯之前有裁员吗 没有裁员 但是我们后来转做团购 就是做得很顺利 那因为团购的部分是很顺利的 但是地图日记的部分是不顺利的 所以我们决定做了一个改变 是我们只留一个员工 来继续做地图日记 他就是一个客服 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但是所有的工程师 所有的人力 我们都立刻转做团购的业务 这是可以最快为公司 带来现金流的方法 所以那时候 其实公司有很大的冲突 就是有一半的人都离职 因为他们是为了地图日记的梦想加入的 但是忽然间我说 你改成去做团购的业务 其实大家适应是非常痛苦的 对那所以 我觉得那段期间 其实也很多人觉得感受很差 就是在公司一面感受很差 觉得甚至觉得 我们背叛了大家的理想 那因为我们努力的勾勒出了 一个地图日记的梦想 要connect people 要让大家能够在internet上互相交友 然后互相连接别人 但是我们后来做了很试快的决定 真的 非常现实试快的决定 只为了让公司活下来 但是他舍弃了当初大家加入死的梦想 所以其实很多人很不理解当时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选择离开 或者在当时有一些很不坏的冲突 这个会让你觉得说身为一个当时做地图日记的那个始作勇者创业家好了 你会觉得背叛了因为这个地图日记而成立的这个理想来的这个员工吗 因为你为了活下来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 就是因为在当时其实并没有 我们在当时的员工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团队成员 那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这边工作 其实说这是一个工资部 说是一个社团 就是他们其实是把这边当作一个社团在经营 就是他们并没有对于公司太多的认知 所以他们来这边某种程度工作是非常快乐的 那他们在跟网友的互动 在社群上的互动 其实这些都是带给他们很大的成就感 跟他们觉得生活上的意义 那当这个意义就是持续讲了三年之后 但是有一天告诉大家说 不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让公司火下来 所以我们要开始卖冰淇淋 卖东西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冲突感是很大的 那这也给我一个启示 就是在后来我每一次创业 会很清楚跟大家说 我们会允许产品的失败 但是不允许公司的失败 就是公司是可以一直换题目的 但是公司不能失败 但是每一个产品会放下这么多的感情 因为当时其实大家在地图之际 放下了很多的感情 那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苦度啊 Andy第一个就是分享 他这么多创业经验当中的第一个手法 这是因为第一个的关系 让你特别刻苦铭心吗 还是说有了第一次的跌倒了 其实身上都结巴了 后来的这个伤痛 你大概也都能够知道怎么应对 那你后来实际上是怎么应对的 比如说跟哥哥一样又做了创业家兄弟 走上这个电商 然后也上柜了2020年到2021年这两年 其实疫情的关系改变了人们很多的消费习惯 那其实在这一段的经营也是出现了一些 比较辛苦的一个状况 反正这个不会是你觉得特别苦路的那个吗 是因为第一次的创业更坠菜 所以感受更深吗 我觉得如果过去看过去2007年创业到现在 大概七成的时间 你如果每天问我说今天顺不顺利 大概有七成的时间 我都会觉得非常不顺利 对那不顺利有各种原因 可能是资金无法取得 那可能是流量不好 就是有各种不好的原因 那但是呢 我觉得人啊 其实需要一些成功的经营 那个成功的经验就是 在我第一次做地图日记这么不顺利的时候 但是后来活过来 让我相信未来其实人还是可以复制出同样的运气 好 所以在后来啊 每一次这么糟糕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一直换题目换题目 那但是呢 最后可能又可以偶尔就又活过来 那我觉得成功的经验会让人有信心很多 但是第一次最害怕的就是 原来从小到大 然后当一个乖乖牌 然后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好像在职场跌了一跤 完全没有出路 而且有半年的时间一直撞墙 完全解不开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是 人会对自己失去信心 那失去信心是一个还蛮可怕的事情 那经过那一次失去信心 最后活过来了 你的那个苦路的启示具体来讲是什么 我觉得还有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启发 就是我们第一次的创业地图日记 它做了一直做做做 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赔 其实它从很前期就有迹象显示 它是一个不可行的生意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会催眠自己 就是相信也许下个月就会变得更好 也许它会改变 天会均顾你 对所以其实那个问题 它在第一年就知道了 大概到了第二年 我们还是继续放着 到第三年 第三年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们才意识到它快要不行了 那我觉得这一个经验 告诉我们后面的 在面对这些创业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是在看 就是其实应该要更早认赔杀出 就是你不能等到最后一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面 我们会做了二十几个不同的服务 就代表每个服务 其实都是很短暂的 那因为它其实在前期 当你觉得不可行的时候 就不会再这么用力地催眠自己 然后认为这是一个 继续该努力的东西 我们会更早地放弃 更早地做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在 不管在创业或者在工作 其实可能都是一样 就是有时候 你在一个错误的环境 错误的地方 然后你错误的 就是错误的题目 它就是不可为 那不可为的时候 你要逆思而为 有时候真的很困难 就是那个大环境真的不存在 那有时候你必须要跳脱一个地方 去找一个你会比较顺的地方 那在那个地方就会发现 忽然间好像不是因为你更努力 但是一切就对了 可是停损这件事情确实是个艺术啊 比如今天股票跌 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卖的叫停损 它名也搞不好就涨了 就是我到底要坚持下去 我这个傻劲我应该坚持 还是我应该及早地有弹性 见风转舵 这个中间我是觉得有点难拿捏 对所以我 我们后来在创业的时候 比较像养成了一套方法 那一套方法就是很有纪律 很有财务纪律的看待这一切 就是你没有太多的感情 去看待你的产品 我们可能后来做某个电商网站 做某个相片扫描服务 那这些服务每一个我们都会 就是非常精准的用财务纪律 我投资多少钱 我必须要在几个月内 看到多少回报 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回报值 就算差一块钱 它就是没有达到 我们就是有纪律 就是把它砍掉 我们不会为自己找更多的借口跟理由 说它终究会变好 这些可能就不会 就是你要 我觉得像买股票 也有人 它是执行某一种很强烈的纪律 那我们也是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试着培养出一套纪律 那一套纪律就是很严格的执行 就不要爱上这个股票 可以短暂的拥有它 但是绝对不要爱上这个股票 该出的时候就要出 对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都是人生后来的养分 就是在我们后来还是一次一次创业 那每一次创业刚开始都很苦 那或者我 但是苦 但是事后回想都很快乐 像我现在在回想 我就觉得相当的有趣 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那甚至当时的很不愉快去看海 去干嘛的 现在想起来都还蛮有趣的 对 那每一个养分 我觉得都是让自己更坚强的力量 所以在后来的 你说有没有挫折 我觉得七成的时间都在挫折 但是那个挫折不代表 会让自己陷入当时的低潮 就不会了 就是因为自己有更强的信心 相信自己 那相信自己可以改变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我觉得它是会上瘾 就是你做了第一次 然后觉得能够创造出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也有一些正向反馈 就有人觉得它是有价值 然后它蛮好玩的 那当我就是到这个环境 到了一个极限 就是能够发挥的事情做完 我就会觉得 因为我如果再来做一次 我能不能再换一个环境 例如说我能不能改变海鲜的买卖的供应链 然后我就会开始觉得 这个问题可能是有趣的 那投入这个问题 那也许可以改变 也许不能改变 但是最后我会得到一个结果 那就会想说 那我们该不该再来投入 例如说二手一的时尚交易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觉得蛮好玩的 那一次一次解决的问题 也会发现 就是自己的能力虽然有限 但是自己其实如果很快要尝试 你是可以解决一些人的问题 那就算最后失败了 你也会知道为什么会失败 你不会未来后悔自己 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好像你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Andy 来分享他的苦路的故事 那从他刚刚的这个分享当中 我也有一个新的诠释 就是其实挫折这件事情 不等于一定是低潮 是啊 好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Andy 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 谢谢Andy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薪评分跟留言 假如你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植牙诊所来发问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也欢迎您投稿想听的主题 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Podcast频道 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